连续假期状况多 3号凌晨 花莲县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 指称疫情20人队伍 4月1号由向阳派出所入山 预期4月5号要从瓦拉敏出山 而其中一名71岁男性山友 身体不适有呼吸喘不过气 意识模糊的情形 花莲空情接到通知之后 在早晨6点起飞吊挂患者 也后送花莲慈悸医院来接受治疗 报案通话中表示 疑似高三肺水肿 请求救援 花莲县消防局立即组成7人搜救小组 3日凌晨在向阳山入山口 进入执行救援任务 碍于地形以及天后因素 无法第一时间到达案发地点 为争取时效立即申请直升机救援 空情总队在接获消防局转之后 黑衣直升机于6点36分起飞 前往卓西乡步行营地 直升机顺利吊怪患者 并送往德行运动场 交由消防人员后送花莲慈悸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记者凌接花莲市赛宝